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台 似乎要用行动告诉大家蓝营大咖重新团结 而偏偏时间点是郭台铭宣布布选后的第二天 用关心市政名义 王金平特别从台北南下 但2020蓝绿选举布局大势底定 王金平的后续动向始终令人好奇 我讲过事述如其变化莫测 我还是一些随着因缘种 参选到底 随着因缘种 那会跟亲民党来合作吗 因为亲民党说可以跟任何志同道府的好朋友 那是未来再说 记者开门见山直接问是否参选到底 王金平依旧四两拨千斤 王金平从一开始说参选到底 到后来突然喊停 现在郭台铭宣布布选 王金平下一步的因缘在哪 让外界雾里看花